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今年是由25年师徒搭档张小燕黄紫娇拿下 身为小燕姐的徒弟黄紫娇感性地说 希望小燕姐能够以她为荣 身为综艺教母张小燕逃离满天下 综合节目主持人奖得主曾宝怡由纳豆带领 在句子稿中曾宝怡也特别感谢小燕姐 还有今年入围金钟多项的陶金银也是张小燕的得意门生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张小燕也特别说 很为这些徒弟们感到骄傲 其实我真的可开心 我真的很来来来来 余代哽咽小燕姐想感性发言 讨论咽的麦克风却一直下降 这使作为徒弟的黄紫娇魄力十足 马上拔起麦克风让小燕姐一次讲个够 徒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干点事的 反倒黄吉娇自己在台上没讲到话 到了后台就想说的还是对小燕姐的感谢 谢谢小燕姐 那我常常在过去很多时间呢 害她在家里气喘为我生气 希望她从今天开始以我为柔 谢谢小燕姐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让我找到主持这个 我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 好多对小燕姐的感谢 黄吉娇以及曾子怡 还有入围金钟多项的陶金银 都是张小燕的得意门生 如今各自闯出一片天 陶子现在也做星光 也做姐妹陶 其实你看片段你都会觉得 我对他们很骄傲 就是说今天很开心看到他们 那我更觉得我自己也很不容易 还能够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觉得我很幸运 儿子啊 爸爸今天我真高兴 今年65岁的小燕姐 从影超过60年 拥有中医教母的称号 不管是一支节目还是选秀节目 小燕姐尽心揣摩 抓住观众的胃口 随着时代的不同 选一些新的没做过的 感觉上试试看 我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更接近观众 我觉得什么节目都可以试试看 拿下演艺生涯第七作金钟奖 小燕姐站在台上感性谢观众 几十年来我都在说 各位观众你好 谢谢你们收看 但是我告诉你 几十年来这一句话 还能够站在台上说 是很不容易的 以身为电视人为龙 作为台湾电视圈的重量级人物 小燕姐是无数电视人 心中最好的榜样 新唐亚太电视 陈惠谋 张元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你们收看